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Joachiman 让哲学进入经营 建立企业成功基因 我们今天继续谈 矜持哲学第17条 始终保持谦虚之心 我想很多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自我 应该说当我们离开了家庭 学校 舒适圈之后 进入了社会 我们就开始来武装自己 我们戴了面具 也就是我们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慢慢的就没有听不下去他人的一些建议 我们常讲就是必须要谦虚 不能骄傲 但是这两个词我们讲了几千年 但是为什么还是始终围绕在我们身边 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始终谦虚 始终的不骄傲 那这个社会好像也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在经营企业的时候 我们身为企业领导人 我们要怎么样永保谦虚之心 其实就必须要承认自我是不足的 因为承认自我不足 我们就会虚心 我们就会感觉我们所有的成就 都只是一个必须发生 而且是很小的一些成就 我们也一直在探讨经营哲学里面 我们必须要谦虚不骄傲 这句话时常的要挂在自己的嘴巴上 要不断的讲 要不断的让自己听到 同时我们在工作里面 我们在经营企业 如果每一个员工也都是各自有自己的想法 也都各自有自己的能力好了 但是没有办法协调 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 同时也不是所谓的这个企业之福 企业领导人必须要让你的团队 他来自于很多自我 那你怎么样让大家变成一个团队 也就是说让这些的力量变成是一个合力 这个就是必须要靠经营者 如何让员工的自我心可以给他销你 而且怎么样的来把所有的员工的这些的聪明才智 可以融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我们要谈的就是 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员工的自我的心 也要变成是要把它去除 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员工要谦虚 要不骄傲 这个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再来就是本来所有的企业经营 甚至工作的计划都必须要团队来进行 而非你老板自己很厉害 或者我们单靠哪一个员工 他能力很强 甚至是说我们自己研发的产品 让企业可以长治久安 这是不可能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好 每一个团队也好 甚至每一个公司也好 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要去思考 要谦虚 所以为什么在道圣哲学里面 或者我们在研究的经营哲学里面 为什么谦虚不骄傲 始终不断地在每一本书上面 或者在每一个讨论上面 我们就都会提出来 也就是时时刻刻 我们必须要告诉自己 我们必须要谦虚 我们要不骄傲 另外一个词叫满朝损千智义 就是那个满就是你觉得自得其满 你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也就是刚刚说的自我 那千受义千虚 你才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所以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题目 我们必须要始终要有所谓的千虚之心 然后所谓的千虚伴随的就是不骄傲 我们不断地要告诉自己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我们自己领导者是这个样子 每一个员工也都这个样子 始终公司是不断地在弥漫的这样的一个积极向上 并且各自尊重每一个同事 每一个不同的部门的贡献 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在探讨 企业里面所有的员工所有的部门 其实都是有他自己的能力跟责任跟任务 所以所有的部门所有员工都要互相的支持 互相的包容 甚至要互相的协助 才能让我们真正企业的唯一的目标 也就是生存也就是获利才能达成 因此基因企业不容易 但是台湾话说是每个其实都很单纯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谦虚 我们每一个人不能骄傲 而且是不断地堆叠 不断地持续地去学习 因为你如果骄傲 你就觉得你不用学习了 但是这个社会变化这么快 这个环境变化这么快 我们就不断地要来学习 这样子才能让我们的企业 成为所谓的一流企业 也这样子才能真正地让自己的企业长治久安 我是Juice们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回继续聊哲学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